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街坊早晨 黄大仙早晨流流 就看到你愁眉苦念 發生什麼事? 今天是10月7日 剛剛好是上年引發中東加沙戰爭襲擊事件一周年 我出於質疑之心企圖世界和平 就沾了一掛 結果得了一個絲掛 這是出兵打仗的掛仗 我查閱新聞報導 就得知從昨晚到今早 以色力再次轟炸了黎巴嫩和加沙地區 就忍不住卑天賓人憂心忡忡 是啊 中東這場新衝突 是哈馬斯組織去年10月7日突襲以色列南部 而造成的 根據以色列的數據 當時造成了12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 250多人扣為人質 還引發加沙戰爭 嘩 唐基 我也有看這個報導 在今年9月27日 以色列對貝羅特進行了精準的襲擊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壞隊的副總指揮 巴斯尼爾夫羅頌 和萊巴連的爭子黨首領拿斯羅拉 一起在地下演體中中打死亡 阿時候 在11月7日 伊朗又向以色列發射了200多支墮彈 以色列之後 曬營將報復回擊伊朗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 在11月5日表示 以色列目前 在測條戰線上 以各地敵對勢力作戰 現在看來 中東隨時都會爆發全面戰爭 現在很多國家都安排撤僑 呼籲自己的國民 快點離開黎巴連 在另一個戰場 俄烏戰爭亦是越打越激烈 雙方死亡人數都好幾十萬人 使用的武器威力越來越大 唉,我說最可憐的就是夾在中間的平民老百姓 他們家破人亡 四處逃難 真是很慘 唉,這也是天象演變的結果 現在全球都呈現出議員對立激烈交鋒的局勢 嘩,難怪啦 陳師奶每次和我談談解 好像和我吵架 太敢頂我嘴啦 吵架佬,我不是頂你嘴 我是和你說道理 真理是要越辯越明的 我說的是天下大勢 和你個人恩怨是無關的 目前天象的變化最終要消除業力 希望天下長久平安吧 現在中東地區最不虛化 排外勢力的是伊朗 伊朗暗中支持哈馬斯 真主黨這些恐怖組織 攻擊以色列 頻頻引發爭端 是啊,所以以色列橫計劃 要伊朗改朝紅代 在伊朗建立一個開明開放的社會政寨 伊朗這個國家,消息既封閉 迫淚心炎 要想推翻它? 我看也不是這麼容易 陳師奶以色列政府往往言出必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在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時 會見了逃亡在美國的前伊朗王鼠黎薩 以色列總理發表聲明說 伊朗的歷史轉折點很快就會來了 伊朗人民將很快迎來光明 伊朗前王鼠還說 他自己已經制定了伊朗伊斯蘭政權倒台後的改革計劃 並且將會擔任伊朗的臨時領導人 還有伊朗伊斯蘭有長出鬼沒拐界多端的情報組織摩薩德 要征服伊朗獨裁政府 應該比我的朝鮮粥更容易吃 希望中東這場戰爭早日結束 不是這場戰爭會令油越來越貴 搞到我車入油都成問題 唉 我都很想這場戰爭快點玩完 天下太平你說多好呢 啊 是呀 我聽說中東的烤全陽很好吃的 如果打完仗 難道了我一定和兒女女爛哥姐姐也一起吃 win night 但是呢 要花上天下太平 還是要禁止中共暗中支持哈馬斯伊朗和俄羅斯這些政權才行 我真是很不明白這個中共 為什麼會去支持這些大逆不道的政權呢 陳斯蘭,你沒聽過一句話嗎? 脈以內罪、人以狂荒 和這些獨裁政權 都是與西方民主國家為敵 現在純蒙似雄 大家都能兄能弟,當然是互相支持 中共都心知同盟 如果公虛支持這些邪惡政權 必定會被千夫所指 所以暗中支持他 是啊,譚記 比如說,中共就派軍方工程技術人員 和工兵以基建援助的方式 幫助哈馬斯挖地道 還有,將大批武器彈藥、軍需物資 轉到北朝鮮,再運送給俄羅斯 是啊,這個西空國家情報系統很猛烈 對中共門天過海的伎倆 一清二楚 所以美國和北約再三警告中共 如果再支持俄羅斯 肯定會付出很殘重的對價 還有,中共暗中派兵員幫助俄羅斯 攻打烏克蘭 是啊,聽說大陸有四種方式派兵去俄羅斯參戰 第一種就是通過第三方 暗中組織聯繫安排送入俄羅斯 以個人名義簽署加入俄軍參戰 第二種方式就是由個人聯繫俄羅斯官方 由俄羅斯協調送入俄軍 第三種方式就是由中共聯繫賭賣屯兵給俄軍 第四種方式就是中共組織出國鬧山前往俄羅斯加入俄軍 當然俄羅斯政府會以高薪支付給這些外籍兵 我說這些大陸兵正傻子來的 烏克蘭的無人機滿天飛 見到俄兵就炸 西方支援烏克蘭的武器既精準又殺傷力大 就把他們賺更多的錢 唉,又有什麼用啊 唉,閉罪大陸消息封閉 又多年被中共洗腦 加上看的抗日神劇多了 這些僱傭兵 不就個個都好像馬寶國那樣 都自為可以天下無敵 其實我看過有大陸的僱傭兵 轉發回來的視頻 俄軍往往把僱傭兵安排在最前線 充當獄團衝鋒隊 僱傭兵的巡活率很少超過一個月 在2023年10月 有一批退伍兵在到達烏克蘭戰場 一個月內就基本全部戰死了 2024年6月 另一批剛剛到烏克蘭戰場的僱傭兵就更慘了 就在第一天就幾乎全部戰死了 一句說完了 這些僱傭兵幫俄羅斯 撐烏克蘭 助詐懷異 生得不偉大 死得不公平 簡直丟掉了我們這些壞人的架 中共都是為了要維護這個獨裁的政權 才支持普京 但是要跟這麼多西方國家公然為敵 就只會是和國殃民 是啊 近幾年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等 這幾方面都跟中國脫鉤 今年5月朗 美國又爭對取消對中國這個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可行性會議的議題 舉行了聽證會 早在2021年 歐盟、英國和加拿大等32個國家 就已經取消了比中國這個 普衛國關稅優惠待遇 即是GSP 除了大陸羅洞默責應和利用低的產業 迅速直離都能 大陸經濟是一年 不如一年 唉呀 我這些生意 就更加一落千丈 恩公都不得了 那些東西煮完 唉呀 都是我自己的食礦了 是啊 現在目前天下大勢 不單止俄烏戰爭中出現了正邪交戰 在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 到面臨著正和邪的對撞和交鋒 極左思潮 以革命的名義破壞摧毀傳統文化 而西方白左觀念 借助高科技否定西方的傳統觀念 現在無論中西方社會的市民 越來越覺醒 能夠分辨出誰是誰非 誰是邪誰是正 最近這一兩年 世界各地的地方 都反對獨裁專制的運動 在西方國家 越來越多代表 傳統保守黨的頭 當選成為國家領導人 唉大陸都是 越來越多人都不認同 當地政府所作所為 我經常見到那些客人 飲大兩杯屎水 就爪效拖爭言 大罵當地政府又互敗又無能 只能夠靠把嘴握握 發洩自己的生中的不武 我相信誰住越來越多的大陸民眾 人心思變 都想拋棄這個不好的政權 一定會出現人心所向 天垂人怨的天象變化 記得不送易學家 笑翁的梅花詩最後三句 一願奇花春有煮 年宵風雨不須籌 數點梅花天地春 欲張莫覆問前恩 還中自由成平日 四海惟家屬主賓 說的就是當今末法時期的世道變遷 好了早餐吃完了 天記也透露給你們了 街道辦的樓書記今早約了我 要我幫他測一下 看看何時可以升官發財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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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